大人,您在吗? 层服看了一眼路易,不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什么,心里暗暗琢磨道,我得先溜围上,转身将门打开。 原姑娘,大人在。 原金夏一脚刚跨进门,余光瞄见层服向外走去,便扭头问道,层校尉要出去吗? 层服迅速瞄了一眼门内的路易,说道,大人交代了一些事项,我去办一下。 哦,是这样,原金夏转身进了屋,大人,我是来,原金夏话没说完,发现路易正上上下下打量着自己,便停住了话,也上上下下瞧了瞧自己,问道,怎么了,大人为何这样看着卑职? 路易见原金夏已卸了妆,换回了平日李长川的淡绿裙装,头发高高竖起,眉眼清爽,与刚刚相比,更显得淡雅大方,唇角不自觉向上玩了起来,轻声说道,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啊,大人您说什么? 路易敏嘴笑了笑,没什么,你来要跟我说什么? 大人,是这样的,明日便是栽花大会了,之前我曾与上官姐姐约好一起的,可您也知道,乌安邦不时就会出现一些突发的事情, 那个谢霄又是个不靠谱的,上官姐姐来一次杭州,还要造新奋斗的事宜,所以我想去一趟乌安邦,看看上官姐姐 路易放下手中的书,说道,恐怕你此行的目的不止于此吧 原今夏桥着陆,易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便笑道,大人真是聪明,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杨月自己为何不去? 哎呀,大阳那块木头,一到关键时刻便退缩了,他既怕上官姐姐不去,又想时时能见到上官姐姐,见了面又不知道该跟人家说什么? 最主要的是,他说他线下找不到借口去乌安邦,人家的事,你倒是热衷得很,大人,这哪是人家的事,好歹大阳也是我的兄长吗? 若换了别人,我才懒得管呢? 路易向原今夏头上又看了几眼,有些不爽地问道,那只金簪为何不戴了? 原今夏摸了一下头顶,看路易的神情似乎不大高兴,眼睛滴溜一转,故意说道,那只金簪既贵重又好看, 我也不能时时戴在头上,万一不小心弄丢了呢? 不是白白辜负了曾孝伟的一片心意? 路易一时雨耶,心道,凭他的聪慧,他早应猜出金簪是我送的,线下却故意这样也与我,便说道,既是如此,原不快也不方便外出了吧? 万一不小心把自己也弄丢了,就更得不偿失了,原今夏哭笑不得,心道,大人的报复心也太强了吧? 便上前两步,语气中略带着娇憨,说道,大人卑职不过跟您开个玩笑,您怎么还当真了? 路易看了原今夏一眼,我这人啊,没什么优点,就是愿意相信人,尤其是身边的人。 原今夏离路易很近,不敢明目张胆地翻白眼,心里却已翻腾了十数遍,您那心眼子有八百个都不嫌多,您还愿意相信人? 若是谁都相信,恐怕早被人算计千变万变了。 路易见原今夏一双大眼睛咕噜噜地转着,便问道,怎么了?不说话是觉得理亏了? 我是在想,谁说大人没什么优点啊?我倒是觉得大人优点挺多的。 路易知道小丫头又要极力奉承自己一番了,饶有兴致地看着原今夏, 那你便说说,我有何优点?原今夏学着路易将双手附在身后,边夺不边说道,大人长得俊俏,人又聪明,还很善良,武功高强,又学富武车,真是那个什么什么? 对了,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还有,路易笑道,好了,若说下去,恐怕你能说上一个时辰。 哎呀,大人,您真是的,卑职正想出了几个绝妙的词语,用在您身上正合适,可惜,被您这一打断,全忘了。 那,原不快便回房间慢慢想吧,什么时候想出来再与我说,那就不必了,大人,您看,这人吧都有记性不好的时候,我偏偏就属于这样的,等卑职什么时候想出来了,再夸您也不迟啊。 路易见小丫头急于外出,便又故意说道,在这里想也是一样的,说着拿起了书,又端起杯子瞎了一口茶。 大人,这俗话说得好,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夸人啊什么时候都是。 见路易猝了没盯着自己,便有些心虚地将剩余三个字说了出来,可以的,只是声音小了很多。 路易忍着笑意,将书放下,站起来,说道,走吧,走。 原今夏不解地问道,大人要去哪里?你不是要去乌安邦吗?我正好也无事,陪你走一趟。 啊,这,怎么,我去不得,还是因为原不快要去见什么少帮主,不希望我去。 原今夏见路易又提起了谢霄,便小声嘟囔道,大人胡说什么呀,见路易目光犀利地射向自己,忙化了笑脸道,卑职的意思是,我不过是去找上官姐姐,与那谢霄何干? 况且,大人知道的,我与谢霄根本没什么,原今夏有些委屈的又小声说了句,大人总拿他也与我做什么。 露易向一旁稍稍扭了头,唇角露出笑意,说道,即使不怕什么,那还不走,说着已向外走去。 原今夏在露易身后偷偷笑了下,忙小跑几步跟上,说道,大人,非知不过是怕耽误您的公务,并无其他心思,若大人此时真的没什么事,非知倒是乐意与大人同行。 真的,保真,真真的,原今夏举起一只手,开心地笑道,大人,我们走。 两人行至一半时,露易隐隐感觉到身后似乎有人在跟踪,不经意间扭头瞟了几眼,果真有人影一闪,露易暗暗冷笑一声,看来有人已经知道他们来了杭州,并且对他们还很关注。 大人,您怎么了? 无事,露易却暗自庆幸,亏得自己心血来朝陪了他出来,不然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老大,怎么办? 董奇胜嘴里咬着一根草棍,唾了一口,没说话,眼睛死死的叮着陆一合圆惊吓。 老大,他们马上到乌安邦分舵了,再不动手来不及了。 过躁什么,动什么手,你打得过露易。 等他们进了乌安邦,那帮手更多了,咱们更没机会了。 算这个丫头走运,我们走,走,老大,我们可是在淳于家附近蹲了两日了,就这么放过这个丫头了,那毛大当家的那里如何交代? 二狗子,你Tim管得挺宽啊,竟然管到老子头上来了,老子如何向毛大当家的交代,用得着你过躁? 二狗子嬉皮笑脸的道,是是是,小的不敢,老大,兄弟这不是为您着想吗? 路易和袁金夏来到乌安邦分舵门口,袁金夏一抱拳,笑道,兄弟,劳烦你通报一声上官堂主,就说袁金夏来访,路易却突得转身,向身后拐角处看去,只见几个人影一闪,迅速离开了,路易瞇了瞇眼,那个背影看着极为熟悉,似乎像是,大人,您看什么呢? 袁金夏见路易神情,便也翘起脚来张望着,路易笑道,无事,金夏,你来了,上官夕人未到门口,声却已先至,上官姐姐,大人也一起来了,上官夕走到近前,向路易抱了抱拳,路大人驾铃,乌安帮蓬毕生辉,路易微笑着点了点头,此时却听另一个声音响起,什么蓬毕生辉啊? 师姐,我看咱们是又要有倒霉的事发生了,谢霄掉郎当地走了出来,冲路易翻了一个白眼,转脸却笑嘻嘻地冲着袁金夏道,金夏,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说吧伸手就要去拉袁金夏,袁金夏极其自然地向路易伸侧移动了两步,将手负在身后,说道,谢圆圆,你要找我,何事啊? 走,咱们里头说去,谢霄向前走了两步,再次伸出手来去拉袁金夏,路易斜向前一步,将袁金夏挡在身后,说道,谢少帮主,我和金夏此行是来找上官堂主的 谢霄一掐腰,脸向上仰着,一副不屑的神情,姓路的,你来,还不是有求于我师姐,我可告诉你,我师姐脾气好,我可不惯着你,我们沃安帮平什么要替你们锦衣未卖命,要找倭寇, 你自己找去,你们锦衣未不是本事大吗?上官西轻轻赤道,谢霄,胡说什么? 袁金夏从路易身后转出来,与路易并肩站立,说道,谢少帮主,第一,大人此行来的目的并非如你所说,第二,大人请乌安帮帮忙查倭寇行踪, 这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我大名,为我大名的百姓,上官姐姐身名大义,自然知晓,窝寇不除,家何以安,可你谢少帮主呢? 当日明明答应得好,怎么线下说变就变,难道你可以眼看着窝寇气我百姓,犯我江山? 袁金夏一番义正词言,谢霄一时语色,半上说不出一个字来,上官西瞪了一眼谢霄,笑道,来,我们进去,别站在门口说话了。 说吧晚了袁金夏的手向离走去,谢霄冲陆一哼了一声,故意在前面左右晃着,当着陆一走路,陆一也不在意,附着手,神情极其悠闲,袁金夏和上官西两人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了半上,忽而哈哈大笑起来,谢霄一直嵌着身,想听两人说话,又听不太清,急得抓耳挠腮, 陆一翘着二郎腿,悠闲地喝着茶,倒是将两人说的话听得一清二楚,不外乎是小女儿家的一些贴级话,见上官西确定明日会陪着袁金夏,陆一倒是松了一口气,原本他还担心袁金夏一个人会不太自在。 上官西拍了拍袁金夏的手,扭头冲陆一说道,陆大人,昨日我发现一些情况,陆一看了上官西一眼,马上又将眼光停在了袁金夏脸上,似乎有人在监视着乌安邦的举动,我怀疑和之前的事情有关,但我并未抓到人,线下还不确定是谁在背后坐手脚,不知道这个情况对陆大人是否有注意。 今日我也发现了一些情况,我和金夏来时,有几个人从淳于府一直尾随我们到乌安邦,然后离开了,我怀疑,这些人是一伙的,至于是否与倭寇有关,还有待查证?什么?有人跟踪我们? 大人,您当时怎么没说啊?说了你会怎样?抓住他们,问一下不就清楚了? 陆一笑道,以你的功夫,你确定?谢霄在一旁不干了,撇了撇嘴,就你姓陆的能,我们家金夏也不是吃素的。 谢霄,袁金夏加重了语气,我告诉过你,我们只是好朋友,好哥闷儿,你说话注意些,谁是你们家的? 再说了,我和大人一起,有你什么事啊?我行与不行的,不是还有大人吗?我就相信大人。 陆一见袁金夏如此清爽俐落地与谢霄说明,又如此维护自己,心下得意,唇角便尽是笑意。 谢霄叹了一口气,粘了不少。 袁金夏又道,大人,您有怀疑的人吗? 陆一略一思寸,转向上官西问道,上官堂主,今日我见有一个人的背影与董奇胜有些像,如若我的判断是对的,那董奇胜应该还活着,而且他应该投靠了倭寇,否则就没办法解释。 他既监视乌安邦,又跟踪我们的举动了,只是线下并不知道他的真实意图,所以,上官堂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上官西点点头,袁金夏道,那董奇胜就不应该是冲着乌安邦来的,而是冲着上官姐姐来的了,毕竟乌安邦分舵并未与他结怨。 但凡讲江湖规矩的人,都知道或不及家人,谢肖大大咧咧地道,师姐,你甭听姓陆的吓你,有我在,怕什么,不就是一个董奇胜吗?我一只手都能捏死他。 上官西为理会谢肖,冲路易说道,请陆大人放心,我上官西也不是指胡的,关他什么目的,我接招便是。 陆毅赞许地点了点头,上官姐姐,明日我来接你吧,不用,金夏,明日我会护着师姐,保管安全送道,你放心吧,再者说了,你都去了,我自然也要去的。 袁金夏瞪了谢肖一眼,冲路易说道,大人,我们回去吧。 两人从乌安邦出来,袁金夏特意留了意,却并未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大人,我们就在街上转转,万一再有人跟上来, 我们就,陆毅笑道,袁补快,是现在有人依靠,你就不用长脑子了吗? 袁金夏撅起了小嘴,大人,我又怎么了?您又这样说我,我们线下并不知道他们的意图,就算抓了人,又能怎样? 不如,袁金夏接到,方长线钓大鱼,陆毅满意地点点头,那,大人,您以后能不能不要总是训斥我啊? 背纸也是要面子的,看情况吧,看情况,什么意思?自己想,想不出来,大人您就告诉我吧,这都想不出来,袁补快不是一项自诩聪明绝顶吗?聪明那是肯定有的,不过,和大人相比,还差了那么一点点, 袁金夏拇指和食指捏了一下,想了想不对,马上改口说,差了很多个一点点,嘿嘿,路易抿着嘴笑了,心道,如此聪明剔透的一个姑娘,却被我拿捏住了,她竟然还不自知,我倒是愿意这样逗着她,只是看着她,听她说话,便会十分开心 大人,大人您笑什么?你猜,大人就告诉我吧,猜到了才告诉你,那好吧,袁金夏咕噜着一双大眼睛,不对啊,大人,我若是猜到了,还用您告诉我什么? 路易忍俊不禁,袁金夏小声嘟囔道,大人真是坏得很,嗯,我是说,大人真是聪明得很,卑职自愧不如呢? 两人从乌安帮回淳于府的路上,说说笑笑,路易甚是开心,时不时扭头看袁金夏一眼,见她眉飞色舞,脸比划带说,心道,她这般样子,却如杨月所说,属实是一个开心果,与她在一起,真是有无穷的乐趣 来到淳于府门前,袁金夏停了脚步,看了看路易,说道,大人,您不觉得奇怪吗?怎么了?我们这一路行来,并未有人跟踪 路易看着袁金夏,并未马上回应,大人怎么了?这样看着我做什么?路易笑道,袁不快一路上说个不停,我原以为是在跟一位说书先生同行,却不成想袁不快还能一心二用 袁金夏本来很认真,被路易这么一说,立刻显住了一丝夸张的神情,说道,哎呀,大人,您别小瞧了卑职,这可是卑职最拿手的,这叫伪装 路易见小丫头认真又好笑的表情,便假装严肃地问道,那你跟我在一起时,有没有伪装过呀?大人何出此问,卑职和大人可是一条心的,不需要伪装什么? 路易甚是满意,表情略有些得意,大人,非只有一种预感,这些人来者不善,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您想啊,如果那人真是董奇胜,他是因之前的纷争与乌安邦为敌 以他的嚣张,他大可在扬州找乌安邦的麻烦,不至于追至杭州分舵来巡视 路易说道,如果他获知尚关锡与谢霄来到了杭州,他在杭州寻衅滋姿势 包括前些日子污蔑乌安邦的行为,也可以说得通 就算如此,但他跟踪我们是为了什么呢? 在杭州,董家水寨与乌安邦争夺地盘一事 大人是出面了,打败了董家水寨,还击补了两个被他们包庇的朝廷要饭 可是,大人是锦衣卫,又身居要职,以您的地位和权势 董奇胜自是不敢与您公然为敌 所以,他跟踪我们,这就无法解释得通了 这正是路易担忧的,他隐隐觉得他们的目的似乎是冲着袁金夏来的 可这也只是猜测,在未得到证实前,他并不想让袁金夏知晓 路易刚要说话,袁金夏马上又说道 对了,大人刚刚在乌安邦分析,董奇胜应该是投靠了毛海峰 那,难道倭寇是想对大人下手,他们有这么大的胆子 大人,我要再去走一遭,看看能否找到什么线索 路易伸手将人拉住,剑元金夏脸上显出担忧之色 心道,他竟然率先想到了我的安危 可见他心里是有我的,便笑道 算了,这些小伎俩不足为道,不必担心 大人,您就这么镇定吗? 若他们存心对付大人,那我们也一定要有所防范才是 卑职这就去与岑校尉商议 以后请岑校尉寸步不离大人,贴身保护 卑职白日里也会一直陪在大人身边 路易见元金夏如此对自己,更加确定了他的心意 不觉抿嘴一笑,问道,你就这么担心我呀 都什么时候了,大人还笑得出来 放心吧,暂时不会有什么事 待明日沾花大会过后,我们再去查证一番 元金夏点点头,好 不过,大人要答应卑职一件事 什么?大人不许一个人去冒险 若有什么?卑职愿同大人一起 路易见元金夏目光中透着坚定和执着 点了点头,硬道,好 元金夏见路易答应了 稍稍放下心来 此时才发觉自己的手被路易握着 脸微微一红,将手从路易手中慢慢抽出 路易见小丫头忽然害羞起来 白皙的脸颊泛了一丝红色 想到那日屋顶上的情景 不禁心里一动 元金夏觉察到路易目光灼热 顿时有些不自在起来 咬了咬唇,说道 大人,卑职就回去休息了 路易平复了一下 才笑道 好,这里离灾花大会路程较远 明日免不了要早起 嗯,元金夏快速看了路易一眼 转身就要回自己的房间 路易见小丫头窘迫的样子 想笑,又忍住了 说道,记得今日我对你说过的话 啊,元金夏听见 转回身 疑惑地看着路易,大人 今日您与我说了许多 都要记得吗 路易微微醋眉 看着元金夏 元金夏眨巴了几下眼睛 嘟了嘟嘴 小声道 大人又打哑谜 谁晓得是哪句 路易假装严肃地道 圆不快 我记得你曾答应过我几件事 第一件事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在外面喝酒 第二件事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再去萧香阁 第三件事 路易说到这里 停顿了下来 盯着元金夏 不知元不快可还记得啊 元金夏瞪大了眼睛 心道 明明是大人想管着我 却说我答应他的 可是 这第三件事 我答应大人什么了 元金夏见路易一直盯着自己 便躲开了路易的目光 拼命地想着 我到底答应大人什么了 元不快之前犯了错误 答应的是没有做到 不过还好 认错态度不错 元金夏边听边寻思着 我向大人认错了 我怎么没印象了呢 哦 定是我当时喝醉了酒 说了什么 记不清了 但大人说我认错态度好 那就是不错 大人不计较最好 元不快 是不是喝醉了酒 将脑子也喝坏了 竟然连答应别人的事 都想不起来了 要不要我提醒元不快一二 别别别 大人 让我再想想 元金夏按照路易的思路回忆着 突然呜了一声 元不快是记起来了 大人 您是说 以后 在外人面前不许再如此打扮 是这句话吗 路易听罢 脸上略有得意之色 元金夏挑了一下眉 暗道 大人可真罢道 不过 心里竟也暗自欢喜了起来 路易见小丫头脸上现出羞难之色 便稍稍俯身 柔身问道 还有一句呢 还有 元金夏眨巴着大眼睛 看着路易 大人还说 明日可以这般 但要跟在我身边 是 是这句吗 路易敏嘴笑道 元不快记得就好 答应别人的事 不能再出尔反尔了 说完转身向自己房间走去 元金夏看着路易的背影 小声嘟愣道 我哪有答应大人吗 明明是大人自己定的规矩 偏要人家遵守 元姑娘 你就和我们同城吧 惊吓谢郭夫人 不过 这恐怕不太方便吧 元金夏看了旁边的淳于老爷一眼 淳于夫人道 这在花大会都是女儿家和女眷参加 再就是青年男子居多 我们家老爷是不去的 元姑娘不必多虑 还未等元金夏再次回话 一旁的淳于敏说道 不过是一个不快 也冲什么富家小姐 乌鸦还能变成凤凰不成 淳于夫人听淳于敏如此说话 本应呵斥 却因着陆毅并不在场 也就一笑了之了 元金夏心里一直对淳于敏心存愧疚 因而对于她的挖裤讽刺尽量忍着 便也轻轻一笑 全当未听见 陆毅交代了层服一些事项后 便与杨月举步向门口走来 恰好听见了几人的对话 双眉微皱 走上前 伸手拉住元金夏的胳膊 将人拉到自己身边 说道 旧母费心了 金夏和我同城就好 淳于夫人不知陆毅刚刚在身后 一时之间脸色变了几遍 自知得罪不起陆毅 便抢几了笑容说道 夜儿呀 元姑娘毕竟是女儿家 与你们同城不方便 还是 旧母 金夏是个捕快 偏日立探案办案 并不逊色于任何男子 她的性子也非寻常女儿家一般 虽不拘于小结 却也懂得分寸 淳于夫人只好硬道 那好吧 淳于敏气的咬着牙根 边上车边恨恨的说了一句 他算什么东西 大哥哥怜悯于他 他也不知道必嫌 路易不理会淳于敏 扭头看了元金夏一眼 稍感差异 说道 我们走 元金夏的长裙 上车时极其不便 手忙脚乱的拽着裙摆 抬了几次脚都未能如愿 不是左边踩到了裙摆 便是右边压住了裙摆 路易健壮 便伸手将人扶了上去 忍不住调侃道 元不快何时这般未首尾搅过 大人 这不是恰巧被您看见了 哎呀 上的车都这么不容易 边说边将裙子摆弄好 杨月甚是有眼力见 说道 这外面空气好 我便坐在前世了 还能看看风景 路易听罢 也不多话 关了车门 马车缓缓离开 两人坐在车内 相互看了一眼 又瞬间转移开目光 一时之间竟无话 走了一会儿 元今夏实在按捺不住 掀了小窗上的帘子 向外看去 大人 往日里街上 并未见到多少车马 今日倒是不同 想来都是去参加 簪花大会的 三年一次 涂个新鲜和热闹吧 或许也有其他目的 那我们今日也凑凑热闹 元今夏放下帘子 将双手放在膝上 又笑道 虽然只是看看热闹 我也要办办样子才好 陆毅刚刚瞄了一眼 便觉得元今夏 与那日时一时大为不同 线下听元今夏如此说 便又细细打量了一番 元今夏见陆毅盯着自己 以为是哪里有问题 也盲低了头四处看自己 自言自语道 没怎么呀 大人看什么呢 陆毅按道 今日他脸上未湿脂粉 原本的肤色看起来更好 白皙透亮 唇色红润 一头青丝婉成鸳鸯发剂 与他的圆脸甚是相配 那只金簪便携插在发肌上 更显得整个人神采奕奕 元今夏摸摸自己的头发 不解的问道 大人 是哪里有问题吗 陆毅笑道 今日的鸳鸯发剂输得甚好 与你甚是相配 鸳鸯发剂 大人 这您也懂 有时见母亲玩过这样的发剂 那时我常常跟在母亲身边 总会东问西问的 元今夏心道 大人的娘亲定是十分美丽 转念一想 这话题恐怕不妥 万一再引起大人私母之痛 略私存了一下 才道 对了 大人 今日怎不见岑校尉跟着 他有别的任务 元今夏见陆毅并未具体说下去 知道不方便细问 便只应了一声 哦 陆毅微微醋眉 怎么 元不快见不到岑校尉 是有些失落吗 话音刚落 脸色已变得有些难看 眼神从元今夏脸上转了开去 元今夏不明白 陆毅为何突然神情大变 便小心翼翼地说道 大人说的哪里话来 岑校尉是您的贴身校尉 卑职也只是问问而已 并无其他考虑 陆毅脸色略有好转 又转过头看着元今夏 一时之间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元今夏见陆毅神色 心里暗暗发笑 说道 大人 岑校尉在您身边这么久了 她可有心仪的女子 陆毅被元今夏这么一问 煞石醋坛子又打翻了 冷冷地道 元不快关心的事情可真不少 随便问问吗 大人 卑职觉得岑校尉就连撒谎都十分可爱 而且卑职觉得她甚是勇敢 陆毅在心底重重哼了一声 转过头去不看元今夏 一双俱眉已然拧到了一起 大人您看 岑校尉说这金簪是她送给卑职的 可是她有何理由送这么名贵的金簪给我呢 一来我们只是同僚 严格来说连同僚都算不得 我不过是锦衣卫暂时借用来的吗 二来我与岑校尉并不相熟 偏日历连话都说不上几句 这第三吗 我觉得岑校尉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替什么人扛了什么事 元今夏停顿了一下 丁着陆毅 陆毅想起那天岑浮撒谎时说的话 确实漏洞百出 当时的样子 也属实有些可爱 元今夏见陆毅神色忽冷忽热 便又笑着继续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这金簪是谁送的 可这金簪上有我喜欢的飞鱼和飞鸟 还有我的名字 我十分喜欢 不 是万分喜欢 陆毅听元今夏如此说 瞬间心情大好 嘴角渐渐样出了笑意 元今夏瞧着陆毅的神情 心道 大人送的 为何迟迟不敢承认 大人到底是何用意 陆毅为了缓解刚刚的尴尬 轻轻咳了一声 说道 今日盛装 却为何 突然感觉不妥 话未说完便停住了 易章俊脸微微红了起来 元今夏会议 见陆毅红了脸 心里的判断便又多了一分 便故意说道 卑职可是奉大人之命行事 陆毅疑惑 什么 这身衣上是淳于夫人为卑职定做的 大人当时也允了 那卑职定不能辜负淳于夫人和大人的一番好意 故而必须穿着 可其他吗 卑职可是紧急大人的吩咐 不敢遭刺 陆毅一时猛住 不解的看着元今夏 元今夏钉着陆毅 笑道 大人说过 以后在外人面前 不许再如此打扮 大人您忘了 陆毅心里欣喜 他竟然是为了我 嘴角控制不住牵了起来 笑意越来越深 我说过 今日在花大会 可以那般 只是元今夏极其开心 立刻接话道 卑职知道 定会寸步不离跟随在大人身边 陆毅心底像开了一朵花儿一般 元今夏极少见到陆毅这样开心 连眉眼都隐藏不住 带着笑意 约莫一个时辰 马车停了下来 杨月跳下车 换道 陆大人 今夏 咱们到了 车门打开 陆毅先下了车 元今夏提着裙摆 轻声换道 大杨 扶我一下 杨月未伸手 先笑着说道 今夏 你这样说话 我一时还真不习惯 这都不像你了 元今夏保持着脸上的微笑 依旧细声细语地说道 杨公子 拜托了 说吧将一只手向前伸了过来 杨月浑身一抖 呃 我这一身的鸡皮疙瘩 刚要伸手搀扶 便见有一只手已先 他一步握住了元今夏的手 谢谢大人 元今夏温柔地说道 冲着陆一款款一笑 杨月拾去地后退了一步 低下头偷偷地笑了一下 但元今夏站稳身形 才细细打量起来 眼前是一座二层楼阁 坐北朝南 楼基东西长南北短 东西长约80米 南北约有10米 四面设砖气花篮墙 面宽十余间 楼身中设腰盐 四周腰盐设栏杆维护 东北角有木质阶梯可达上层 这还只是阁楼外观 拥有之人的财力便可见一斑 元今夏站在陆一身侧 小声说道 大人 看来传言不假 这杭州城的首富当推这位司马老爷 陆一笑道 今日我们只瞧热闹 大人 这可不像您了 卑职印象里 大人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案子 三年一次的簪花大会 又是在奇巧节 平时他们远在京城 这种机会自然很难遇到 陆一想让小丫头心无旁骛地玩得开心最好 便笑道 我在你眼里便是如此呆板吗 今日你便开开心心地玩 其他的 明日再说 大人英明 元今夏冲陆一甜甜一笑 轻声说道 大人 那我们进去 好 陆一在前 元今夏紧随其后 两人走了一段路 元今夏便觉得不对劲 回头见杨月正东张西望 元今夏知晓她的心思 奈何相隔已有十数米 若想换她 必会高升 那个就破坏自己苦心经营的淑女形象了 陆一停下脚步 余光瞥向元今夏 见她停下脚步向后看 便转身回来 问道 怎么了 元今夏冲杨月挪了挪嘴 陆一只开了一眼 便将眼神转回元今夏身上 有些忍俊不禁 大人笑什么 陆一没应答 却将手中的折扇哗啦打开 扯下扇坠 还未等元今夏有所反应 便见陆一双指一弹 那扇坠便向杨月飞去 正中杨月的小腿 杨月吃痛 低头见识扇坠 便又抬了头向这边张望 陆一将手中的折扇摇了几下 杨月无奈 只好小跑着跟了上来 元今夏忍着笑 见杨月一到近前 便轻笑道 大杨 昨日我与上官姐姐已约好 她一会儿便道 谢笑会陪着她一起 你不必担心 杨月红了脸 偷偷看了陆一眼 见陆一双眼睛全在元今夏身上 才稍稍缓解了些尴尬 说道 谁说我在等上官堂主了 我就是看看热闹 元今夏微笑道 我们进去等吧 杨月对元今夏说话的语气 也似乎习惯了 应了一声 便跟在两人身后向离走 陆一见小丫头抬头挺胸 头颈挺直 面带微笑 目视前方 肩不动腰不晃 两只手规规矩矩 蝶放在腹前 心道 她只说自己与家人走失 后游现在的娘亲领养 长于市井之中 可看她现下的样子 身上倒是隐隐有一种贵族之气 杨月心不在焉 回头回脑地 步子大了一些 一只脚静踩在了元今夏后脚跟上 元今夏一个亮呛 身体干晃了一下 陆一便伸手将人拖住 低声道 小心这些 元今夏缓缓掉了一下气息 轻声道 谢谢大人 杨月虽然尴尬 却也觉得元今夏甚是有趣 他们相识十余年 可从未见过元今夏这个样子 陆一见小丫头波澜不惊 这种情形下依然气定神闲 便存心调侃道 你今日的样子倒像个官家小姐 元今夏听罢 也笑着回道 说不定我家祖上还真有当大官的呢 三人边说边走到回廊处 陆一道 我们去那边 元今夏眼见着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热闹 便到处看了起来 刚想大声说话 想到自己今日的装扮 便硬生生压了下来 轻声唤道 大人 大人 陆一回头 怎么了 大人您快看 今日果然来了不少年轻女子 个个打扮的都如此俊俏 这杭州城真是出美女啊 陆一笑了笑 并未应声 也并未向别处多瞧一眼 元今夏看热闹 走得更慢了些 便又说道 大人 您慢一些 我跟不上您了 陆一无奈 将步子放缓了下来 大人 您看那边那个穿粉衣的女子 年纪也就十五六岁 看她眉眼 竟像画中走出来的人儿一般 大人 我想起来一句古诗 先先做西部 精妙是无双 您瞧 莫不是形容那招绿裙的女子吗 陆一见小丫头 喋喋不休 只顾着欣赏美色 颇为无奈 便问道 你为何只顾盯着他们看啊 因为他们好看啊 陆一心道 你也很好看 便笑了笑 元今夏看见 也冲陆一笑了下 说道 大人更好看 不笑说这杭州城 就是整个大明 也未必找得出第二个 能与大人相比的来 元今夏本是有感而发 陆一听罢却红了脸 心道 这丫头怎得又开始口无遮拦 便说道 刚刚还夸你来着 这一会儿就得一忘形了 元今夏立刻将目光 从陆一脸上收回来 轻声笑道 大人放心 今日卑职保证说到做到 绝不给大人丢脸 大人都说 我像关家小姐 那我便 陆一不带元今夏说完 调侃道 若是闭上嘴就更好了 杨月在身后听的 扑斥一笑 元今夏嘟了嘟嘴 心道 大人真讨厌 一点面子也不给 回身轻轻瞪了杨月一眼 小声吓唬道 敢笑我 回头我去上官姐姐那说 你坏话 杨月吓得一无嘴 陆一听见小丫头吓唬杨月 心道 这才是她的本性 帅真可爱 今日到难为了她 正撕损着 余光却瞄到了什么 目光瞬间变得犀利 射向旁边 元今夏不解 转着陆一的目光看去 见几个青年男子正看着她 比比画画 似是在对她平头品足 见陆一的冷力的目光射过来 琪琪打了一个寒劲 迅速掉转了头 陆一收回目光 看了元今夏一眼 眼神立刻变得柔和起来 大人理他们作甚 元今夏柔声劝慰道 大人 我们去那边坐 顺便也等一等上官姐姐他们 好 陆一三人刚刚坐定 便看见上官西和谢霄正向这边走来 元今夏对陆一说道 大人 您看上官姐姐 一袭白衣 步履矫健 并未刻意装扮 却更显得英姿飒爽 眼睛却瞟向陆一身侧的杨月 陆一并未看向上官西 眼睛只在元今夏脸上转了一圈 微微笑了下 杨月直直地盯着上官西 见他越走越近 突然感到自己心跳加快 上官西虽未卓一打扮 发机上却带着他送的发簪 两人走到近前 上官西抱拳相见 被元今夏患者坐到了一起 两人滴滴细语起来 谢霄见无人理会他 看了看座位 便走上前 说道 师姐 你坐这边 上官西不明所以 被谢霄拉着衣袖换到了旁边的位置 谢霄则是挨着元今夏坐了下来 元大虾 今日我特意来 一是为了护送师姐 这最主要的嘛 就是为了陪你 说吧 看着元今夏傻笑了起来 元大虾 你今日这身打扮竟不像你了 好看 元今夏看了谢霄一眼 并未答话 转头看向陆一 陆一双眉微挑 射向谢霄的眼神 极其犀利 谢霄健壮 身子向后依靠 大大咧咧地说道 有人看不惯 那也没办法 我和元大虾那可是从小就相识的 不像某些人 专门干半路打劫的事 陆一牵了牵嘴角 冷笑一声 眼光转回来 见元今夏正寒情默默地看着自己 脸色立刻变得温柔起来 谢霄大为恼怒 姓陆的 早晚有一天我让你吃吃我的拳头 陆一也不看谢霄 轻笑道 谢少帮主的勇猛 陆某早就见识过了 匹肤之勇罢了 什么 你 谢霄猛地站起来 姓陆的 你这张嘴也颓损了些 上官西在一旁轻斥道 谢霄 这是簪花大会 可不是你胡闹的地方 莫让旁人看了笑话 谢霄听上官西如此说 便也消停了下来 恨恨地瞪了陆一眼 才又坐了下来 元今夏挽起袖子 倒了一杯茶 递给陆一 轻声慢语说道 大人 喝茶 陆一甚是满意 看着元今夏微微一笑 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 谢霄惊地瞪大了眼睛 不是 元大虾 你说话 这是 这是 怎么变成这样了 元今夏看了陆一眼 才扭头冲谢霄说道 谢霄 今日要叫我元姑娘 不是 这可不像你了 元大虾 你告诉我 是不是姓陆的强迫你这样的 他凭什么管着你 说吧 又冲陆一瞪起了眼 此时 淳于夫人带着淳于敏正 远远地向这边望着 娘 您一定要去吗 不过一个捕快和一个江湖女子 在意他们作甚 敏儿 你还看不出来吗 要对那位元姑娘甚是在意 那上官姑娘又是他们的朋友 咱们自然不能怠慢 淳于敏咬牙切齿 恨恨地说道 那上官西也就罢了 他元今夏算什么东西 也能博得大哥哥的欢心 敏儿 咱们眼光要放得长远些 你爹的生意还要倚仗你姑父照看着 这得罪谁也不能得罪陆家 娘 我有一次可是听您和爹爹说起过 爹爹不是通过关系找了严家吗 淳于夫人吓得赶紧伸手捂住淳于敏的嘴 又紧张地向四周看了看 小声说道 敏儿莫胡说 哪有的事 咱们可攀不起那样的人家 此事别说没有 就算有 也不许在意儿面前提起 懂吗 淳于敏常年处于深规 自是不懂得这些 便点了点头 说道 我知道了 娘 走 我们过去看看 淳于敏只好跟着淳于夫人向路易这边走来 路易余光早已描见 却并没有起身的意思 翘着二郎腿 悠闲地喝着茶 倒是原今夏见淳于夫人过来 起身见了礼 淳于夫人冲原今夏笑笑 转向路易道 叶儿 今日盛会 你坐在此处偏了鞋 不如去那边坐坐 路易放下茶杯 笑道 让舅母费心了 今日我们只是来看看热闹 坐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淳于夫人见状 有些尴尬 直到今日出门时淳于敏言语间得罪了路易 只得又转向原今夏和上官西 笑道 原姑娘 上官姑娘 今日在花大会 又是奇巧节 这小女儿家呀都会在今日许上心愿 来 我给你们预备好了 说吧转身宠鸳鸯使了个眼色 鸳鸯有些不情愿地递给淳于夫人两个精致的小盒子 原姑娘 上官姑娘 这是昨日预备下的 盒子中是一枚小瓜果和一只喜猪 想必两位也知道七夕节喜猪英巧的习俗 但向七仙姑许了愿 才能打开盒子 若盒子中结了猪网 你许的愿望便会实现 若猪网又成圆形状 那就意味着你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女子 自然就能嫁的一个好人家 一生福气满满 原今夏和上官熙接了诸和 双双谢过淳于夫人 原今夏扶着诸和 心里悄悄打着小算盘 脸上不自觉露出笑意 淳于敏在一旁冷眼看着 撇了撇嘴 对了 原姑娘 上官姑娘 一会儿在花大会要选出最具才艺最美的女子 夺得魁首的女子不仅会坐上游船游壶一圈 还会有最好的画师为之画像 贴于这壶四周中的灯围上供大家观赏 你们二位要不要也是事 原今夏和上官熙对视一眼 皆笑了笑 原今夏道 我们就是来看看热闹 淳于敏按捺不住 尖酸地说道 一个捕快和一个江湖女子 成天打打杀杀的 能有什么才艺 上了台漠不让人笑话 淳于夫人瞄了路易一眼 用胳膊肘悄悄捧了淳于敏一下 提醒她莫乱说话 原今夏见淳于敏说话刻薄 也不理会 上官熙更是一脸的云淡风轻 淳于敏更加气不过 娘 您瞧他们 一个个穷酸的小家子气 能来这栽花大会也是借了大哥哥的光 神气什么呀 原今夏一让再让 见淳于敏得寸进尺 便冷言相激道 淳于小姐生在富贵之家 自然有底气在这种场合也微风得很 不像我 出身示警 只懂得些礼数罢了 你 淳于敏听出了原今夏的弦外之音 气得脸红 转头看路易 却见路易一脸的淡定 便气鼓鼓地说道 大哥哥 他是您的下属 说话如此放肆 大哥哥难道也不管管吗 他合错之友 我为什么要管 路易此语一出 就连淳于夫人也觉得甚是没有颜面 尴尬之极 哼 淳于敏见路易包庇原今夏 说话更加刻薄起来 原姑娘 我大哥哥爱着面子不和你明说罢了 你也不知道收敛些 这样缠着大哥哥 不懂得避嫌 也不知凶吗 原今夏见淳于敏围绕着陆一作文章 他不想让路易为难 便转了话题 问道 淳于小姐 我见你今日盛装 想必基于这魁首之位了 怎么 原姑娘也有此意 你也不瞧瞧自己 有什么本事 你若想与我争夺 恐怕是痴心妄想 原今夏见不惯淳于敏如此蛮横嚣张 便也气了一直维护着的淑女姿态 卢了袖子说道 既然淳于小姐盛情相约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难得来杭州 又赶上这盛会 我原今夏虽不才 却也不是被吓大的 我虽无心与你相争 却也想凑凑热闹 淳于敏一脸鄙夷 上官西见状 主动说道 今夏 你有此兴致 我便陪你 如何 原今夏拍手笑道 好啊 上官姐姐 回身看向路易 路易点了点头 笑道 你开心就好 淳于夫人见路易态度 便知已讨不得好 虽尴尬地带着淳于敏离开 原今夏夫又坐下 看了看路易 有些傲丧地说道 大人 卑职呈一时之气 却忘记了礼仪规矩 路易笑道 做你自己就好 原今夏见路易神情 不像是在开玩笑 便微微叹了头 小声问道 大人您说的当真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嗯 还真是没有 大人 你说一会儿要比试什么呀 看看不就知道了 才艺 才艺 原今夏反复叨咕着 突然嗨压一声 路易不知道小丫头想起了什么 便问道 怎么了 一惊一炸的 原今夏嘟起了嘴 大人 这女子的才艺无外乎琴气书画 可是 卑职除了耍大刀 其余的都不会呀 路易听吧 心里暗自发笑 表面上却装得一本正经 说道 你刚刚不是很有骨气的吗 还敢下战书 这一遭无论如何也是躲不过去了 我哪有下战书 不过失诚一时口舌之快 大人抬举卑职了 哎呀 怎么办呀 今日恐怕要丢人了 说过了 来看热闹 既然看得不过瘾 那便去凑凑热闹 凡事不必当真 那我听大人的 可是说好了 大人一会儿不许消化我 正说着 便听得人群一阵喧哗 思义高喊道 司马老爷道 路易和元惊吓抬头看去 亲人群已散开一条路 迎面走来十数人 簇拥着一位身高足有六尺 戴着一副青铜面具的人 那人大摇大摆地走到看台 正对面 早有人伺候着坐下了 元惊吓将头靠近路易 低声道 大人 这戴面具的就是司马老爷了 也不知他长得到底有多丑 路易眯起眼睛打亮了几眼 见这位司马老爷脚步轻浮 个子很高 身板却很单薄 单凭这些 全然没有给人那种养尊处优的感觉 元惊吓见路易盯着司马老爷打亮 便又小声问道 大人看出什么来了 路易反问道 你觉得呢 大人 您看他那副身板 风一吹就能倒 就连走路也是轻飘飘 有时稳重 不像是那种享福的人 更不像是外界传闻的客妻之人 路易微微醋眉 瞟了圆惊吓一眼 这你也懂 大人 背职在六扇门见得多了 也曾处理过类似案件 一般说男子客妻 无外乎这个男人有极强的控制欲 不尊重自己的妻子 甚至可能利用恶劣的手段打压自己的妻子 致使妻子暴亡 路易见元惊吓只要提到与案子有关的东西 便偷偷是道 滔滔不绝 不禁调侃道 今日你不再是元姑娘了 大人 哪里还有元姑娘 刚刚被唇余敏一击 杯职已经变回原形了 路易笑了笑 这才是他熟悉的元惊吓 大人 是不是觉得杯职给您丢脸了 脸面都是给别人看的 自己舒服才是最重要的 元惊吓开心的看着路易 心道 大人的想法竟然和我一样 那就还是做回元惊吓吧 各位 静一静 在花大会马上开始了 咱们第一个项目 还是要通过比赛选出今年的魁首 比赛规则与上次稍有不同 大家听好了 思宜清了清嗓子 继续说道 今年比拼的依旧是琴气舒嬅和女工 但是对异用时太长 便只留下琴 舒嬅与女工 各位可自选三种才艺 每次登台三人 由今日现场的青年男子投票 最后唱票多者为魁首 众人听吧 皆欢呼雀跃 纷纷扬道 快开始吧 思宜便又喊了起来 好 三花大会 才艺比拼 开始 首先请李清然 萧林燕和王锦荣展示才艺 众人鼓掌欢呼 路易见缘惊吓 一只手抠着桌角 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 便故意问道 怎么 就这么好看啊 大人 您瞧 他们不仅名字好听 人也长得美 才艺也定是不差 路易笑道 你若是胆怯了 可以放弃 胆怯 原惊吓看了路易一眼 大人 卑职从小野惯了 还真不知道什么是胆怯 路易眼神落在原惊吓手上 那你紧张什么 我哪有 原惊吓松开手 挑了一下眉 大人 卑职是觉得太精彩了 怕一时失去平衡 孤儿才紧紧抓着桌角的 路易见小丫头嘴硬 甚是有趣 便又调侃道 原不快 你是常有理啊 嗯 原惊吓一愣 转头看向路易 突然想起在京城之时 自己按地里给路易起绰号 曾叫他路有理 线下大人竟然回敬给他了 不禁笑了起来 路易不解 你笑什么呀 原惊吓抿了几下嘴唇 觉得时机不恰当 可莫惹恼了大人 便笑道 天机不可泄露 路易见小丫头又恢复了调皮的样子 便也笑了笑 大人 我和上官姐姐要商议一下 路易见小丫头竟然认真起来了 便点了点头 谢霄 你坐过去 谢霄正看得起劲 原大侠 干什么 你问这么多 让你让开就让开 请上官姐姐过来坐 谢霄左右看了看 站起来 将座位让给上官兮 却又说了句 这样子才像我认识的原大侠呢 路易瞟了谢霄一眼 眼神里尽是不屑 谢霄也不客气 回敬了路易一个白眼 上官姐姐 咱们商量商量 一会儿轮到我们 要展示什么才艺啊 上官嬉笑道 惊吓 我是个练武之人 五刀弄剑算是长相了 母亲在世时 也曾教我一些东西 谢谢花花虽不擅长 倒也算说得过去 平日里也会做些女工 你呢 原惊吓一听 立刻挑了大拇指 说道 有姐姐撑腰 我便不怕了 我除了五大刀 还真不会 唉 不对 我会谈空猴 上官姐姐 其他的你选什么 我跟着便是 但有一项我们 可以株连闭合的 保证会大放一彩 什么 届时 我谈空猴 姐姐舞剑 姐姐意下如何 好 好 我也正有此意 两人一拍集合 陆毅在一旁听见 微微一笑 心道 这丫头志不在魁首 只是为了争一口气罢了 这主意出的道也算合理 原惊吓回头看向陆毅 大人以为如何 陆毅笑道 今日你说了算 巧的是 思议在喊出下一组登台的三人时 竟然是原惊吓 上官熙和淳于敏 原惊吓和上官熙挽着手 淳于敏则是一脸的不屑 先选择了刺绣 绘画和书法 原惊吓说道 上官姐姐 你一下如何 我怎样都可以 反正都不会 嘻嘻 惊吓 这两项咱们就和他一样 刺绣绘画 后面你来弹琴 我来舞剑 好 三人的第一项比拼是刺绣 淳于敏从小便学习女工 自视精通 上官熙也熟练得很 唯有原惊吓 拿起绣花针 一时之间犹豫不决 我要绣点什么呢 伸着脖子左边看了看 右边瞧了瞧 见两人一个绣病地连 一个绣牡丹 眼珠一转 有了 我要绣一朵荷花 想把瞟了路易一眼 才开始动手绣了起来 可这只绣花针 却十分不听他的使唤 眼见着上官熙和淳于敏 已接近尾声 那燃香也快到尽头 原惊吓一着急 针便刺到了手 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不自觉抬眼向路易看去 路易健壮 知晓那根绣花针也伤不到什么 又因着事前答应 小丫头不能笑话她 便挑了挑眉 强忍着笑 上官熙发觉 小生询问道 惊吓 是扎到了吗 姐姐 好疼 原惊吓小生嘟囔道 又将手指伸出去 给上官熙看 那四姨倒是很讲规矩 见状便走过来说道 两位姑娘抓紧吧 这箱也快燃尽了 咱们就要进行下一项了 原惊吓索性摆烂 刷刷刷 急速穿针引线 又拿起剪子趴的剪断 得意洋洋的看了一会儿 又向台下的路易 将两只手掌跟不合在一起 手指弯弯绊包着 路易一下子便明白了 微微笑了一下 想起那日自己见到她时说过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心里不惊一喜 她绣的是荷花 她记得我对她说过的每一句话 第二项比拼是绘画 原惊吓在六扇门道 是经常见画师画像 不过那画的都是嫌犯 自己却不擅长 一筹莫展 只好一再地战末 眼见着上官熙已快画成形 便欠过身看去 哇 姐姐绣的是牡丹 画的也是牡丹 栩栩如生 真是好看 边夸边将自己的笔 在上官熙的宴台里 站了一下 姐姐 见你的莫用已用 我也能灵光乍现 嘻嘻 路易在台下见小丫头举动 实在忍俊不禁 抬手将扇子遮住口鼻 暗暗笑了几回 才又放下 姐姐画的是花儿 我可不会 那我变 画人 对 没吃过猪肉 难道还没见过猪跑 那画师画的 我就画布的 不就是画个人吗 袁金夏向台下瞄了一眼 见路易正端起茶杯 杨月专注地看着上官熙 谢霄正四处望着 便眼嘴偷偷笑了起来 这不是现成的模子吗 对 就画他们三个 袁金夏提起笔 刷刷点点 一气呵成 竟比上官熙和淳于敏还率先完成了绘画 两手啪的一声在摊开 那样子甚是傲娇 又举起来喜滋滋地看着 嘖嘖嘖了几声 自言自语道 袁金夏啊 袁金夏 你也不差吗 这话的 抬眼头瞄向路易 见路易正盯着自己 便缩了一下脖子 用指脖遮住自己的脸 偷偷笑起来 险些差了气 半嗓 才又露出脑袋 发现路易还在盯着自己 便轻轻咳了一声 心道 不知大人看后会怎样 便将指脖翻转过来 冲路易挑了挑眉 路易打眼一看 倒真是惊着了 险些将桌上的杯子碰翻 这个淘气的丫头 这画的是她吗 若说是杨月和谢霄 她倒是认同的 只见那指脖上画着三个所谓的人 虽然胳膊腿是线条 脑袋 眼耳口鼻是圆圈 但行为举止 却画出了精髓 中间一人翘着二郎腿 端着茶杯 显然是她 一左右呆若木鸡的是杨月 目光呆滞的是谢霄 圆今下见路易看懂了 更加得意起来 心道 还是大人懂我 我只是这么随意一话 都认得出来 了不起 聪明 偷偷冲路易挑了挑大拇指 路易无奈 想笑又不能笑 强忍着不是 又擅自冲小丫头轻轻点了一下 第三相比拼 淳于明选择的是书法 静静地在一旁写起来 圆今下见人般来了空喉 端正坐好 便冲上关锡点了点头 一手陶腰缓缓弹来 上关锡直见舞将起来 白色的身影如同厨艳般的轻盈 伴随着悠悠的琴声 手腕轻轻旋转 轻剑也如同闪电般快速闪动 宛如游龙 路易看着台上的圆今下 想起肖香阁第一次听他谈陶腰的情景 不由地吃了 圆今下眼见着上关锡 一昧飘飘 更加用心弹奏起来 转眼瞧见台下的路易正 痴痴地看着自己 不由地一愣 大人这眼神 似曾相识 只是那日他眼神中 疑惑和不解更多些 而今日似乎全是赞赏和痴迷 直到一曲作罢 圆今下与路易依旧遥遥相望 不能自已 谢霄起今儿的鼓掌喝彩 大声喊着 圆大虾 你真棒 可渐渐发现不对 哪怕思宜宣布下一组上台了 圆今下在走下台时 依旧在看着路易 谢霄见两人目光交织在一起 心里甚是不舒服 站起来挡在路易身前 姓路的 你这样瞧着一个姑娘 是不是不礼貌啊 路易用扇子隔开谢霄 稍稍歪了头看着圆今下笑意 盈盈地走过来 谢霄醋意大发 转身冲圆今下道 喂 圆大虾 我一直在给你加油喝彩 你听到了吗 圆今下似乎没听到谢霄的话 从谢霄身旁走过 坐下来 转头看向路易 轻声道 大人 我回来了 路易抿嘴笑了笑 深深地看了小丫头一眼 你们 谢霄气急 转身一屁股坐回去 身子向后一仰 差点折了一个跟头儿 路易瞟了一眼圆今下的手 轻声问道 还疼吗 圆今下未料到这样的细节 路易都注意到了 便轻轻摇了摇头 一双眼睛盯在路易脸上 舍不得移开 路易一张俊脸稍稍红了下 轻声道 你这样盯着我做什么 因为大人好看啊 路易忍不住 嘴角向上牵动 圆不快 你夸人的方式还真是特别 每次翻来覆去的都只有这一句 大人 我跟你说 这好看两个字 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用的 路易故意问道 愿听高见 圆今夏兮兮笑了起来 将脑袋凑近了路易 小声道 大人就是好看 庞然自是比不得的 路易失笑 你刚刚画的那鬼样子 也算是好看 此言诧异 大人 那可是卑职 偶心沥血的杰作 这画像啊 表面上看着像 那不算什么 这神似才是最重要的 您不是都瞧出来了吗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就比如我们平日 李抓盗贼 那他会掩饰啊 易容啊 这神似就尤为重要 你把我当盗贼做画啊 嘿 嘿嘿 大人 卑职刚刚是想到平日 李在六扇门 看画师画像 一时心血来潮 路易笑道 今日便原谅你了 原今夏见路易 今日又不同往日 对自己说话轻声细语 语气又极为宠溺 心里便又增加了一份欣喜 路易见原今夏 开始走顾右盼 不再关注看台上的比拼了 便笑着问道 怎么 热闹看够了 原今夏嘟了嘟嘴 说道 大人 您觉不觉得有些奇怪 哪里怪了 据我观察 上台比拼的年轻女子非富即贵 当然除了我 嘿嘿 就算平时 这些富贵人家的女子也是不仇价的 为何偏偏要在七夕抛头露面呢 这灾花大会举办的意义何在 路易还真未考虑这个问题 不禁瞇了瞇眼 还有啊 大人 您可还记得我对您讲过的 卖发簪的摊贩 曾说过 三年前的魁首 就是被那位司马老爷迎娶过门的 不出一月便报亡了 接着司马府又接连迎娶了两名女子 接参加过 簪花大会 但短时间内也先后报亡 且先不说是否是那位司马老爷客妻 只说这件事本身 就怪异的很 为何他偏偏迎娶的都是参加过簪花大会的女子 且他又是出资 举办大会之人 难道是为了给自己选美 恐怕不是 不会如此简单 大人有何想法 看看再说吧 原今夏见路易又是一副淡定的模样 便常常出了口气 叹道 这才五十 还有那许多人呢 何时是个头啊 路易见小丫头已全然没了兴趣 便调侃道 你就不想夺那魁首之位 原今夏嘻嘻笑道 大人太瞧得起杯子了 杯子才艺不佳 长相也一般 哪里会有那福气 路易笑道 你就对自己那么没信心啊 当然 杯子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原今夏向后靠着 整个人陷在椅子里 两只脚晃动着 哎呀 还是坐回自己舒服些 杯子看着这些附加千金各个花容月貌 一太万千的 好事好得很 却不羡慕 人总要活得自在些才好 路易看着小丫头悠闲自在的模样 笑了笑 原今夏的位置刚好能看到司马老爷的侧脸 可那张面具捂得严严实实 竟见不到一丝真面目 原今夏甚是纳闷 自言自语道 难道他从小到大都戴着面具 咦 不对 他们在干什么 便借起身子仔细看着 路易见状 问道 发现什么了 大人 大人 您过来看看 原今夏盯着司马老爷处 一只手冲路易摆着 路易写了身子 也向那边看去 哎呀 晚了 大人 您没看到 原今夏坐直了身子向路易说道 大人 刚刚那位司马老爷吩咐下人端了水果 路易醋梅 端了水果 是啊 您猜他让下人送去了哪里 路易不喜欢打雅弥 偏偏这个丫头淘气 便不再应声 只盯着小丫头看 大人 他让下人将水果送给了纯与敏 您瞧那边 纯与敏一脸的诚惶诚恐 路易定睛看去 果然如原今夏所说 纯与夫人和纯与敏正在窃窃私语 偶尔会看向司马老爷的方向 难道司马老爷看中了纯与小姐 也许吧 大人 您很失落吗 这与我何干 那可是您的表妹 那又如何 嘿 嘿嘿 没事 没事 卑职就是随便问问 原今夏更加确定了 陈福所说的话 原来大人对纯与敏确实只是兄妹之情 路易看着桌上的瓜果糕点 笑道 吃些东西吧 好啊 原今夏先是拿了一粒葡萄尝了尝 嗯 好吃 甜得很 又拿起一块糕点塞进嘴里 见路易不动 便又拿了一粒葡萄地向路易 大人 您也吃啊 你吃吧 我就不吃了 大人 这都大半日了 您就一点也不饿 如 这葡萄极甜 杯子尝过了 大人也吃一粒 说着伸手递到路易嘴边 路易本不喜甜时 见小丫头已递到嘴边 心里倒是瞬间甜蜜起来 便张了嘴接住了 一旁的谢霄早已气得炸肺 见此情景 吱吱跳了起来 姓路的 你自己没有手吗 路易瞟了谢霄一眼 并不理会 今夏 你甭理她 你过来这边坐 谢霄说着伸手去拉圆今夏 谢圆圆 你发什么疯 袁今夏躲开谢霄伸过来的手 我做什么 与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看不惯姓路的对你这般 我与大人在商谈公事 你躲开点 别捣乱 公事 公事还需要你为他吃葡萄吗 袁今夏一时雨色 什么 刚刚自己为大人吃了葡萄 转眼向路易看去 见路易正微笑着看向自己 不禁红了脸 心道 刚刚的举动纯是无心 不过确实亲密了些 但是 大人并未拒绝 谢霄已气得暴跳如雷 上官西一把拽住谢霄 轻声赤道 谢霄 跟你说过了 此处是赞花大会 你收敛这些脾气 有什么事回去再说 不是 师姐 她 上官西眉头已皱 谢霄便泄了气 坐了回去 狠狠地瞪着路易 路易倒是得意之极 嘴角全是笑意 原今夏心里盘算着 不时偷瞄着路易 如此又过了约莫一个时辰 才听到司仪高喊道 今日比拼已全部结束 下一个环节 有请在场的青年才俊投票 各位请走上前来 写下名字后 将选票投进此乡中 原今夏觉得甚是新鲜 说道 大人 该您了 路易并不想参与 只笑了笑 并未起身 原今夏健壮 便站起身去拉路易 大人 好歹您也是青年才俊 还是其中的乔楚 怎能没有什么想法呢 边说边将路易推了过去 路易无奈 只得走上前 不过只走了一个过场 并未写票 大人 这么快就回来了 路易点了点头 原今夏故意问道 大人观赏了这大半日 可有心仪的女子 路易瞧了瞧原今夏 也故意说道 若我说有呢 原今夏嘻嘻笑道 卑职不过顺嘴一问 大人可骗不了我 哦 这大半日 您除了喝茶 偶尔四处观察之外 就没像看台票过一眼 路易笑道 你倒是看得仔细 那当然 卑职这双眼睛 不能说是火眼金睛吧 也差不多 可你说错了 错了 哪里错了 你之前说了什么 说卑职这双眼睛厉害得很 前一句 前一句 原今夏略私损了下 说道 卑职说大人就没像看台票过一眼 路易扭头看着原今夏 明嘴笑了笑 那眼神意味深长 原今夏忽然明白了 大人指的是他在看台时 他不仅看了 他在弹奏空喉时 两人还曾四目相对两久 原今夏看着路易 小脸刷地就红了 好 请各位各归各位 在核对选票的同时 我们进行下一项 有请七仙姑 请各位姑娘蹊跷 大人 你许过愿吗 有没有实现过 路易看着眼前的姑娘 想起风铃傲时的情景 点了点头 真的有那么灵 路易又点点头 原今夏一惑 俏皮的眨了眨眼 大人是糊弄卑职吧 我可是记得您从来不信神灵的 心诚则灵 那 我能问问 大人许了什么愿 是什么时候 路易笑道 保密 原今夏翻了一个白眼 无奈地说道 好吧 不高兴了 原今夏故作轻松地笑道 那倒是没有 大人有秘密 这很正常啊 卑职又不是爱打听闲事的八婆 自然不能多问 路易见小丫头明明有些不开心 却强做姿态 便肆无意中说道 我也记得某人曾经许过愿 不知道实现了没有 原今夏暗 泪一声 看着路易 想起那日在河边放花灯许愿的事来 略有些惆怅地说道 也许这一生我都找不到他们 也或许上天会眷顾我 路易安慰道 放心吧 答应你的事 我一定会做到 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 大人 谢谢您 原不快可是很少谢我 我记得你还欠我一句谢谢呢 啊 什么时候 那日许愿 我把机会让给了你 原今夏想着当时情景 不禁笑了 大人不带您这么耍赖的 虽然我替您许了愿 可是 原今夏突然停了 盯着路易看 怎么了 原今夏突然开心起来 我许的愿实现了 真的真的 路易忍俊不禁 真的 大人笑起来真好看 路易唇角牵动 一双眼睛盯着眼前的姑娘 歇消剑步的两人如此 早就看不惯 挤不窜过来 今夏 你和他说那么多话 快来许愿 原今夏看了路易一眼 走到上官西身旁 两人对着七仙姑审堪 拜了三拜 原今夏默默地念叨着 我希望 我喜欢的那个人 他喜欢的也是我 刚睁开眼睛 谢霄便指着诸和催促道 原大虾 快打开看看 原今夏有些犹豫 遲遲遲没有动作 扭头去看路易 原大虾 你看她干什么 她还管得了这个 快 打开看看 原今夏又闭上眼睛 祈祷道 天淋淋地淋淋 七仙姑宝佑 一定要显灭 哎呀 我来替你打开 谢霄有些急 伸手去抢盒子 谢霄 你干什么 快放手 我自己开 原今夏再次扭头 看向路易 见路易也在看着自己 便伸手缓缓打开盒子 自己却突然闭上眼睛不敢看 结枉了 结枉了 袁大虾 还真是原型的 袁金夏听谢霄喊了出来 忙睁开眼 果然 一煞时内心翻滚 真的显灵了 我许的愿可以实现了 可是 袁金夏偷偷瞄了路易一眼 我如何才能确定 他是否如我所想呢 袁大虾 你许的什么愿啊 你的愿望里有没有我 袁金夏没有理会谢霄 走回路易身旁 大人 如果我的愿望能实现 你会替杯子高兴吗 路易将刚刚袁金夏的举止 全部看在眼里 已然在暗自开心 听袁金夏如此问 便笑着点点头 那 大人要不要猜猜杯子许了什么愿 路易见小丫头眼睛里闪着光 一副期盼的神情 便说道 你许了什么愿 我只需问三个问题 你若能如实回答 我便猜得出 好啊 大人请问 你许的愿 和一个人有关 袁金夏点点头 那个人你很熟悉 袁金夏又重重点点头 那个人 路易话还未说完 便听思义高喊道 静下来 静下来 选票结果已出 现在我宣布 今年在花大会选出的魁首是 众人屏住了呼吸 上官西 哇 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袁金夏跳起来 跑到上官西身边 上官姐姐 恭喜恭喜 上官西有些不敢相信 但也只是笑了笑 眼睛却看向杨月 见杨月也在看着自己 便红了脸 转过了头 紧接着上官西便被簇拥着去观景楼画像 杨月紧紧跟随着 袁金夏重新回到路易身边 问道 大人 刚刚您还没有问完 我们继续 路易笑道 你不去看看热闹吗 一会儿再去也不迟啊 袁金夏看着路易 又扭头看看上官西的背影 突然想到了什么 顿时心中像打翻了五位屏 小脸瞬间垮了下来 难道大人喜欢的是上官姐姐 路易见袁金夏神情大变 忙问道 怎么了 袁金夏咬了咬嘴唇 有些不敢看路易 咕咬着问道 大人 您刚刚有投票吗 半上没听见路易应声 便抬眼看向路易 见路易也在看着自己 又含糊着问道 大人将票头给了谁呢 问爸将身子转了一下 眼睛重重地闭上 路易不知袁金夏心里的猜疑 故意说道 上官堂主的剑舞的撒爽英姿 袁金夏听爸 不知怎么 觉得心突然痛了一下 紧接着像被什么带刺的东西 狠狠地搅和一般 痛得无法形容 愣着了片刻 才缓缓说道 大人 我们走吧 去看上官姐姐画像 路易见袁金夏像丢了魂一般 神情落寞 脚步有些亮呛 有些后悔刚刚不该那般逗弄他 紧走几步 伸手拉住袁金夏的袖子 等等 袁金夏双眼无神 有气无力地问道 大人还有何事 我刚刚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袁金夏已经麻木了 指示按 泪一声 看着地面 路易见状 莫名的心疼 弯了腰 将头靠近袁金夏 柔声说道 唯有琴音 深入我心 袁金夏以为自己听错了 疑惑地看着路易 见路易眉眼寒情 唇角带笑 一时之间分不清真假 愣愣地看着路易 路易看着呆愣住的姑娘 以为如此表白 她定是会明了的 碍于这种场合 又不能太过明显 便笑道 怎么 还愣着做什么 走吧 说吧抬脚向观景楼走去 袁金夏反应过来 喜滋滋地跟在路易身后 心道 大人的意思是 他喜欢我弹的逃妖 是啊 那手逃妖许是对大人 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可是 大 一抬头 见路易已在五米开外 你答应过我什么了 路易的声音传来 来了来了 袁金夏小跑者追上路易 卑职答应大人的事 也定会做到的 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캐变